你家的空调是否也是厨房量小 这种效果差呢 是否该清洗了呢 hello大家好 我是大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美的壁挂空调的全部清洗流程 咱们来到库克家清洗所有家电的时候 必须先试机 试机没问题 拔掉电源 然后咱们准备拆解 先把这个上盖打开 打开上盖以后呢 咱们把这上面的接收器接下来 这样这个上盖就可以取下来了 左右的放弄它 然后咱们准备一下 然后呢咱们把空调的锅里网取出来 这个顾客还每年请自己清洗这个锅里网呢 接下来把空调下面的导风板卸下来 先把这个按扣给它拉过来 看到吗 这就轻轻的一拉就出来了 然后往外掰着它点 先卸这边 然后咱们再卸电机这边 然后咱们拆卸大壳上面的所有的螺丝 先把底下这两个按扣给它扣出来 把这底下的两颗螺丝拿下来 还有上面现在的螺丝 接下来把这个接收器 还有这个室内机的解收口 给它打开 把这个接收器的插件 给它拔出来 然后咱们取这个大壳 取这个大壳的时候跟平常的一样 咱们先取下面 取它往外拉着点 往上勾着它点 然后取这儿的按扣 让这个空调 放开 它这已经下来了 接下来咱们取上面 这样这个外壳就取下来了 在这里面有大壳子呢 这样咱们就可以清洗了 先照上空调的接水罩 把底下的接水罩也认为非颜色 避免底下漏水 然后打开我的好伙伴 准备清洗 首先配上空调的清洗剂 这底下后是地方咱们要配上 配上去静止一会儿 咱们看看这个屋子 都挖起下来了 接下来咱们开始清洗 现在已经清洗完了 咱们现在打开更新模式 再重一点 咱们现在把这些塑料外壳 拿到十万清洗了 然后打开高压模式 就可以清洗 这个外壳就清洗完了 咱们现在开始组装 先装这个大壳 把这些螺丝都上上 一定不要忘了上底下这两颗螺丝 然后再把这个小按扣装回去 把这个接收器的插件 插上去 还有这个小锦锈口 然后把两个功力网 再装回去 接下来咱们回装 保缝板 先装电机这边的 然后再装 左边 最后上空间 回装上去 然后呢 回装这个接收器 再把固定螺丝 扭回去 咱们装的时候 因为手比较干 再把这个外表擦实干净 这一台空调就已经全部清洗组装好了 喜欢我的给我留个双击 留个关注 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家电清洗 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